如果我的搭档后场是吊球 这个时候我们就不要站在原地不动 注意下封网的时候 现在讲的是进阶的走位的概念 有很多同学说不会走位 那就注意听 我们在封网的时候 如果搭档后场在吊球 那么就意味着 他的位置可能不太好 他还想继续进攻 需要我给他配合帮他做球 怎么去做 就是我的人得压到往前去 就比如说这个球 对手放网 对手如果放网 我就要上去抢网 抢到往前把他的球 逼着他挑出去 为什么我在这可以逼着他挑出去 如果他不挑我会干嘛 我放网 他如果不放 我就给他扑掉了 看到吗 如果他不挑起来 我这个地方是不是很好扑到他 他是不是压力会很大 对吧 那么这种情况下 他可能就又会把球挑上去 OK 他把球挑上去 那我又过来了 又过来了 他把球挑出去了 那我是不是又退回来 对吧 我的搭档在后场了 那我就又退回来 又给他进行封网 所以说给大家讲一个进阶的概念 就是我们在前场的时候并不是只有发力封网 比封网发力更重要的是什么 前场的控网 也就是你要控制往前球 比如说我刚才讲的挡力拍 让对方把球吸起来 对吧 我又退回来 我封网 封网 封着封不动了 那我挡力拍 我又主动上一拍 又让对方把球跳起来 让我的搭档保持是从上往下杀的这种状态 从上往下杀的 那么是不是就比我们防守的状态更容易得分 对吧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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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